从12年到15年走了七个 简直不敢想象 这位27岁的小伙 三年内竟然痛失七位亲人 瞬间让一个七尺男儿 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躺在路边打算把自己饿死 而最后 一位好心阿姨的做法 绝对会让你感动 小伙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半昏迷地躺在担架上 无法动弹 医生赶紧上前检查病情 可得到的结果 却完全出乎了意料 小伙身上并没有什么伤痛 医生通过询问才得知 小伙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 才导致昏迷状态 医生发现 将小伙送到医院来的 是一位阿姨 护士本以为这是患者的母亲 然而通过沟通后才发现 这位阿姨与小伙素不相识 她只是一个路人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路人 路人 你有安全感我陪着他 还不肯来医院 路人 这让护士也感到很惊讶 因为经常会听到 有人摔倒后不敢去服的报道 而这位阿姨的做法 让护士都觉得很感动 我还是有点质疑的 因为我觉得 现在这个社会上 就算一个路人 摔倒在马路上 我觉得是没有人敢去服的 所以我就很质疑的 护士看到小伙的意识 还是清醒的 而且各项指标也正常 主要问题就是饥饿 于是便买了一份饭 让小伙缓解一下饥饿 但已经饿了几天的小伙 面对递上来的饭菜 却无动于衷 这让护士们感到很疑惑 面对这样的情况 鉴于患者低迷的情绪 医护人员想通知患者的家属 让他的家属过来开导开导 可小伙子却连连摇头 任凭护士如何劝说 他也只是低着头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而后 小伙勉强开口 说出的话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听完小伙简单的几句话后 所有人都沉默了 三年的时间里 车祸和疾病相继带走了 小伙的七位亲人 而就在几天前 小伙的妻子也去世了 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悲剧 接踵而止 让年仅27岁的小伙彻底崩溃了 这样的伤痛 有谁能够承受得了 在场的所有人 对于小伙的遭遇都非常心疼 护士找来了一张 能调节高度的桌子 放在小伙面前 安慰他先把饭吃了 送小伙上医院的阿姨 也开始安慰着小伙 你干嘛啦 什么事情想不通了不吃饭 那你也不能这样折腾自己的呀 你看这么多好心人帮助你了 好吧先吃饭 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呢 对不对 一时之间 陌生人的关心让他有一丝温暖 但这也无法打消他痛苦的心情 因为他心里非常自责 亲人的相续离去都和他自己有关 一二年的时候 小伙的父母 妹和妹夫 还有他的第一任女友 路上突然发生车祸 一场车祸失去了五个最亲的家人 第二任女友不仅是个孤儿 而且更是在不久后查出身患重病 小伙掏肝积蓄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如今妻子又因病去世了 看着心如死灰的小伙 阿姨十分心疼 说话间 阿姨将肉一丝一丝地架开 像为自己的孩子一样 照顾着这个面临崩溃的小伙 还不停地亲自给他喂饭 此刻陌生人的关心 终于又让小伙 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一旁的护士看到这一幕也深受感动 这个阿姨还自己亲自喂他吃饭 我在旁边看了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毕竟他是一个陌生人 然后他一点都没有一个防备之心 然后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这样照顾他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位年轻人的话 通过这个事情能走出他心里上的一开 更加积极的乐观 面对今后的人生 因为他毕竟还年轻 今后的论还很长 一段时间以后 小伙终于把饭吃完了 在阿姨的耐心开导下 小伙终于有些放下心来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贴心的阿姨 像母亲一样照顾着他 还叮嘱小伙把自己身份证收好 并保证要为小伙找一份工作 你不要多想 你先去把身体养好 我帮你找工作 给你吃给你做 让你正常生活下去 然后你才有办法 你该是面子怎么样 你要有结果才有希望 你根本也是迷茫了 就像你所说的 你拿来拿来去 你都不知道 你还能干嘛 不久后 小伙已经恢复了些许力气 阿姨的话 让小伙彻底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也不知道是心结已经打开 还是阿姨母亲般的举动 让她重新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她带着开心的笑颜 和医生打过招呼后 牵着阿姨的手离开了医院 看到最后 我们一起为好心的阿姨点个赞 如果这位好心阿姨的做法打动了你 请在评论区说出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一起传播正能量 同时也希望小伙子能够加油 坚强地活下去 要相信这个世界是充满爱的 加油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种真实感人的视频 请关注我 我们下集继续分享让你感动的任何事 我感谢你感谢内容 帮我 下集续分享